我们接着讲传统话与中国式管理 我们讲第三个问题 致富之道 德本财末 在大学上有一句话 说德者本也 财者末也 这句话告诉我们 德行是根本 财富 当然也包括名声地位 都是枝叶花果 学习植物的人都知道 这个植物的枝叶花果能够延伸到哪里 它下边的根也必须延伸到哪里 所以中国人有句话叫 厚德在物 也就是说你外在的财富 身份地位名声 靠什么来承载呢 靠一个人身后的德行 所以中国人还有句话叫 福田新耕 而回报最丰厚的福田 有三种 第一就是恩田 第二就是静田 第三就是悲田 所以古人看一个人 有没有发展前途 往往看 这个人是不是知恩报恩 饮水思源 那么中国人呢 他看问题啊 都看到根本 为什么讲 百善孝为先呢 因为一个人 人生在世 对我们恩德最大的 就是父母的养育之恩 但是如果一个人 连父母的养育之恩 都不能够记在心上 想着念念去报答 请问还有谁的恩德 会超过父母呢 所以古人才说 求忠臣与孝子之门 那么在历史上啊 有管仲论相的故事 给我们很大的启发 管仲啊 他生病了 躺在床上 齐桓公来探望他 并且啊 很委婉地问 一旦啊 您过世了 那么请谁来 接替您的位子 做宰相呢 管仲这个人很聪明 他知道桓公心目中 已经有人选了 但是他还故意问 他说您看 选谁比较合适呢 这个桓公就说了 他说我看 易雅这个人 对我很忠心 他对我的忠心 怎么表现的呢 有一次啊 我们在聊天 他就问我 说有什么好吃的 没有吃过的 我说天下的山珍海味 全都尝遍了 唯有婴儿的肉 没有吃过 结果没想到啊 他回家呢 把那刚刚出生 几天的孩子 就给杀了 用这个孩子的肉 做了一盘菜 呈现给我 你看他爱我呀 超过了爱自己的儿子 够不够忠心呀 管仲听了说啊 他一个人人情所挚爱的 无过于自己的儿女了 但是易雅 居然可以杀子 奉君王 为了讨好你 把自己的亲生儿子 都可以杀掉 那么还有谁 不可以杀呢 这个人呢 一定不可以用 桓公听了之后说啊 树雕应该可以 树雕对我也很忠心 他的忠心 是怎么表现的呢 他为了能够陪伴我 到宫廷里啊 出入很方便 他为了能够随时 出入宫廷 结果怎么样啊 就把自己 变成了一个太监 你看他爱我 超过了爱自己的身体 这个人是不是 可以信任了呢 桓公说啊 他说一个人 最关心的 无过于自己的身体健康了 但是树雕 居然可以自残以求荣 为了求得荣宠 不惜啊 残害自己的身体 这个也是 不符合人之常情 这个人一定不可以用 桓公想了想说 他们俩都不行 开方应该可以了 这个开方对我也很忠心 他的忠心怎么表现呢 他本来是魏国的公子 但是他来到我们齐国 当时的齐国呀 是一个大国 一住啊 就是十五年 十多年 结果呢 这么多年也没有回到国内 探望一下他的父母 甚至他父母过世 他都没有回去看一下 你看他爱我超过了爱自己的父母 这个人是不是可以用了呢 管仲说呀 他一个人 人生在世 对我们恩德最大的 无过于父母的养育之恩 但是开方这个人 居然可以绝亲以甘露 为了求得奉露 赏赐 不惜和父母亲诀别 这个人一定是建立妄议之徒 一定不能够用 结果管仲过世之后啊 桓公逐渐啊 就忘记了管仲的提醒 怎么样呢 就任用了这几个人 为以重任 结果自己啊 也被他们害得很惨 那么这一个故事 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呢 告诉我们啊 要反省自己 是不是就是一牙 就是竖雕 就是开方这样的人 很多人说 怎么可能啊 老师 我们再这么残忍 也不可能把自己的孩子杀了 给我们的领导做一盘菜呀 我们确实没有这样做 但是啊 我们下班之后 领导问 说你今天有没有时间呀 不要回家了吧 跟我一起去见一个领导 应酬一下吧 我们什么态度呢 我们兴高采烈 得意 受宠若惊 跟着领导去应酬了 那你看啊 我们现在很多领导 因为啊 要陪领导喝酒 陪客户喝酒 没有时间回家 陪家人吃饭 所以有一个口号 叫爸爸回家吃晚饭 那我们想一想 一个人连陪儿女 吃晚饭的时间都没有 又有什么时间 关心孩子的教育 关心他的身心健康呢 所以这个孩子呢 走到十七八岁 因为缺少教育 突然锒铛入狱了 那我们想一想 我们挣了多少钱 能够挽回一个孩子的前程呢 虽然我们没有亲手 杀了孩子的生命 但是因为我们忽视了孩子的教育 断送的是孩子的会命 那我们是不是杀子奉君王 那我们再看一看 自己是不是树雕呢 自残以求荣 我们知道现在呀 做生意的场合都不是很好 要喝酒 喝了红酒 喝白酒 喝了白酒 喝啤酒 不知道这个次序是不是对的 总之呢 就是要喝很多的酒 喝坏了挡风 喝坏了胃 所以十八大之后啊 我们反对奢靡之风 禁止啊 约束领导干部外出 饮酒 这个确实是拯救了一大批的领导干部 让他们身心呢 都更加健康 那么这还不算 还要抽烟 你看这个抽烟的人呢 自己慢性自杀 还要让周围的人也跟着受害 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去 这样的场合呢 很多人说你不知道老师 在现在的社会 你就得去陪人应酬 因为他喝酒下去 很高兴 一拍胸脯说 这件事交给我了 所以他就把这个字给签了 这个合同拿到了 我们存款折上的数字 就可以增长了 你看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啊 为了存款折上数字的增长 去不惜啊 以自己的身体健康为代价 到老了有钱了 又拿着钱去买健康 请问买得来还买不来呢 即使是能够买得来 我们又何苦呢 那我们是不是树雕啊 自残以求荣 那我们再看一看 是不是开放啊 绝亲以甘露 你看有很多的学生啊 大学毕业之后 到美国去留学 在美国找了一个 薪水很高的工作 再也没有回到国内 探望一下 培养他成才的父母了 那我们是不是 绝亲以甘露啊 就是为了求得 那个俸禄公资奖金 就不惜和父母亲 决别了 所以你看现代人呢 就做着这样 被得被礼的事 喊不知不觉 不以为耻 反以为荣 所以人不学 不知道 人不学 不知义 大学上有句话 说人者以财发身 不人者以身发财 那个有人得心的人嘛 他有了钱之后 去办教育 办慈善 回馈社会 回馈大众 为自己赢得了 很好的名声 身份 让人呢 都尊重他 而那个没有人得之心的人呢 他呢 不惜以自己的身体健康为代价 甚至是不惜以自己良好的名声 身份为代价 去以权谋私贪污收贿 最后怎么样啊 确实有很多的钱 但是呢 却保不住 后来铛铛入狱 竹篮打水 一场空 这个就叫以身发财 所以这个学和不学啊 他的人生轨迹 是不一样的 所以古人看一个人 孝不孝敬父母 就知道 这个人可不可教 也懂得求忠诚 与孝子之门的道理 所以在前不久啊 在网络上流传着一首 诗一个文章 说呀 要像对待领导一样 对待父母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文章呢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人 对领导很恭敬 但是对父母却不恭敬 甚至呢 也没有去留心关爱 有一个文章啊 写得非常感人 题目是 你留意过自己的父母吗 如果 你在一个平凡的家庭长大 如果你的父母还健在 不管你有没有和他们同住 如果有一天 你发现妈妈的厨房 不像以前那么干净 如果有一天 你发现家中的碗筷 好像没洗干净 如果有一天 你发现家中的地板衣柜 经常沾满灰尘 如果有一天 你发现母亲煮的菜太咸 太难吃 如果有一天 你发现父母经常忘记 关瓦斯 如果有一天 你发现老父老母的一些习惯 不再是习惯时 就像他们不再想要天天洗澡时 如果有一天 你发现父母不再爱吃清脆的蔬果 如果有一天 你发现父母爱吃煮的烂烂的菜 如果有一天 你发现父母喜欢吃稀饭 如果有一天 你发现他们过马路行动反应都慢了 如果有一天 你发现他们在吃饭时 老是咳个不停 千万别误以为他们感冒或着凉 那是吞咽神经老化的现象 如果有一天 你发现他们不再爱出门 如果有这么一天 我要告诉你 你要警觉 父母真的已经老了 器官已经退化到 需要别人照料了 如果你不能照料 请你替他们找人照料 并请你请你千万千万 要常常探望 不要让他们觉得被遗弃了 每个人都会老 父母比我们先老 我们要用角色互换的心情去照料他 才会有耐心 才不会有怨言 当父母不能照顾自己的时候 为人子女要警觉 他们可能会大小便失禁 可能会很多事都做不好 如果房间有异味 可能他们自己也闻不到 请不要嫌他脏或嫌他臭 为人子女的只能帮他清理 并请维持他们的自尊心 当他们不再爱洗澡时 请抽空定期帮他们洗身体 因为即使他们自己洗 也可能洗不干净 当我们享受食物时 请替他们准备一份大小适当 容易咀嚼的一小碗 因为他们不爱吃 可能是牙齿咬不动了 从我们出生开始 喂奶 换尿布 生病时不眠不休的照料 教我们生活基本能力 供给读书 吃喝玩乐和补习 关心的行动 永远都不停歇 如果有一天 他们真的动不了了 角色互换 不也是应该的吗 为人子女者要切记 看父母就是看自己的未来 孝顺要及时 树欲静而风不止 子欲养而亲不带 您留意过自己的父母吗 这个文章也是提醒我们 行孝不能等 行孝要及时 不要让树欲静而风不止 子欲养而亲不带的遗憾 留在我们的人生中 不可弥补 那么这个是我们讲的恩田 恩田以孝敬父母为代表 第二呢 就是静田 看一个人有没有恭敬心 也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前途 孔老夫子说呀 君子静而无师 与人恭而有礼 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孔老夫子的弟子所说的 他说一个君子人呢 对每一个人都很恭敬 为人处事没有过失 比如说他处处看到对方的需要 能够为对方着想 对每一个人都彬彬有礼 这样的人呢 走到哪里 哪里都是他的兄弟姐妹 那么看到这里呢 我们就看到啊 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 和人家相处不到一个星期 一个月 不是自己不喜欢别人了 就是别人不喜欢自己了 这是什么原因呢 因为现在的孩子 都是小公主小皇帝 自我为中心很严重 所有的人呢 都要考虑他的感受 看到他的需要 那么当诸多的小公主小皇帝 走到一起的时候 那不出现矛盾 摩擦 纷争 就不正常了 所以一个人有恭敬心 做事啊 就会处处顺利 就会感得很多的人 来帮助他 领导呢 都是喜欢那些 有恭敬心的属下 第三呢 就是悲田 所谓的悲田呢 就是仁爱之心 就是孟子所说的 侧隐之心 人之端也 也就是说呀 我们看到别人处于苦难的境地 发自内心的加以同情 并且做出实际的行动 给予帮助 这个才叫侧隐之心 那么我们看呢 论语上啊 说君子坦荡荡 小人长期期 那为什么我们现代社会 很多人压力很大 烦恼很重 每一天啊 心里都有烦躁 焦虑 不安 甚至忧郁啊 其实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们 学做小人 而不是学做君子 那么君子和小人的 一个重要的区别 就是君子人 他为人坦荡 助人为乐 成人之美 心地啊 还非常的宽容 即使别人对他呢 做出一些不利的事情 他也不会放在心上 耿耿于怀 所以呢 他能容人之过 所以总是坦坦荡荡 心胸喜悦 而小人最大的特点 就是处处 损人利己 甚至为了获得自己的利益 想方设法地去谋害别人 这样的人呢 不仅斤斤计较 还会耳于我诈 勾心斗角 所以常常处于 优期的状态 那么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啊 经常去帮助别人 能够减轻自己的压力 能够保持坦荡的心胸 古人说 助人为乐 就是这个道理 那么这个呢 是我们讲的 第三个 得者本也 财者莫也 第四呢 理财之道 就是啊 财散人聚 特别是作为企业呢 必须要盈利 那个企业经营啊 才是好的 但是我们看呢 有一个数字 不太乐观 说有世界500强企业啊 平均寿命是40年到50年 中国大企业的平均寿命 是7到8年 小企业寿命更短了 是2.9年 所以在企业界呢 流传着一句话 说江山带有人才出 各领风骚三两年 为什么是这样的结果呢 因为我们没有按着圣贤的教诲 来做事 那么大学上告诉我们 做事的次第 应该是这样的 有德 此有人 有人此有土 有土此有财 有财此有用 一个人自己有德行 所感召的人才 才是和他志同道合的 同样有德行的人 这些有德行的人 又有才能 他们聚在一起 共同发挥 自然会创造财富 这个土 在农业社会啊 就是资源的意思 你看人都汇聚到一起 他有市场营销的能力 有人力资源 各种资源都具备了 那么有了土之后啊 也就是说有了这些资源 大家众志成城的 把自己的能力发挥出来 自然就会创造财富 这个财富创造了 应该把它用在哪里 这个很关键 你看现在呀 我们比过去都有钱了 但是很多人呢 都把这个财富挥霍在吃喝玩乐 交涉淫逸之上了 这样呢 就会乘游勤俭 破游奢 但是有的人有钱之后啊 就开始回馈社会 来取之于社会 用之于社会 回馈员工 这些员工跟我一起打拼呢 非常的不容易 所以啊 要回馈给员工 还要回馈给客户 让他们用最少的付出 获得最好的质量产品和服务 这样的呢 企业获得越来越多的 善员帮助 他的财富啊 就会越聚越多 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 所以把这个财用在哪里 至关重要 简单的讲 就是应该用在 让我们的得日进过日少上 这样的话呢 企业才能够 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 古人说呢 千金散去还富来 你左手把这个钱拿出去了 做慈善事业 过两天呢 右手又把这个钱给赚回来了 含多了一些利息 所以中国人说 舍得舍得 小舍小得 大舍大得 不舍那就不得 那么这个呢 才是中国古人的 这个 这个 理财之道 就是财散 则人聚 第五一点呢 道中之道 我们也是概括为四个字 正己 化人 也就是说中国式管理能否发挥作用的关键之处 就是是否能够端正自己 这个是指谁呢 就是一把手 一把手能够端正自己 他自然能够感化下属 跟着他去做正确的事 那为什么是正己化人呢 因为看别人不顺眼 是自己的修养不够 一开始我看到这句话也很不服气 觉得明明就是他错了 他做事不够道德 为什么我看他不顺眼 还是我的修养不够呢 后来我们看到一本书啊 叫水之道答案 这本书呢 讲的是江本胜博士的水结晶实验 他说呢 把这个同样的水放在不同的试管里 有的贴上爱和感谢 有的贴上我恨你讨厌你仇死了 然后放到冰箱里去结晶 结果放了几天之后啊 再拿高倍的显微镜去观察 结果发现呢 看过爱和感谢的几个字 形成的水结晶是最美的 充满了喜悦 像盛开的鲜花 那么这本书里它有很多的图片 比如说看到谢谢 它就呈现了美丽的雪花状的六角形 而看了混蛋 就是不能够形成完美的结晶 而且是混浊一片 那么这一个水结晶的实验啊 是用现代科学的这种实验 证明了中国古老的一个观念 那就是静随心转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的环境是随着你的心念而转变的 比如说我们中国古人还有一句话叫 向由心生 为什么向由心生呢 和我们的心最接近的环境 就是我们的身体 我们的相貌 你看那个做警察的人呢 他一上公共汽车 拿眼一扫 他就知道谁是小偷 为什么呀 这小偷啊都长得贼眉鼠眼像 那中国古人还有一句话说 九色之徒 这个九色之徒啊 从脸上都能够显现出来 爱喝酒又好色 眼睛也色迷迷的 脸色发暗 那么这些呢都是长期的经验累积出来的结果 那么静随心转的道理告诉我们 别人对我们的这种态度 实际上也是我们对他的态度的一个反应 所以你看别人不顺眼 别人也会看你不顺眼 而且你看别人不顺眼 还真的是自己的修养不够 为什么这么说呢 比如说呀 有一个孩子 他呢没有成年 就做出了很多背逆社会的行为 他看到一个豪华的车子在旁边放着 他拿一个刀子 去给他刮上两道 他也不认识这个车子的主人 更有甚者呀 他一生气 把这个车子上啊 泼上一些汽油 一把火就把这个车子给烧了 如果你是这个车子的主人 你遇到这样的事情 第一反应啊 就是生气 说怎么会有这样损人不利己的人呢 但是中国古人告诉我们 他说你看一个人的行为啊 不要只看这个行为本身 特别是恶的行为 不能仅仅看这个恶的行为的表现 你要找到他产生这个恶的行为的 原因 当你把这个原因找出来的时候 你这个心呢 就变了 哎 你去调查一下呀 这个人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行为啊 哎 他早年父母离异 父亲和母亲呢 都各自成了个家 他呢 就成了一个孤儿 无家可归 那我们想一想 一般的父母对待儿女是什么态度呢 那是有求必应 听说有一个班 提高成绩很好 可能不惜重金 也送孩子去学习 听说有个弟子归的下令营 对于改变孩子的行为很有帮助 也可能不远万里 送孩子去学习 你看一般的父母对孩子都是这样的态度 那么这个孩子从小啊 就没有父母 他缺少人间最起码的关爱 所以他呢 就很冷漠 产生了报复社会的念头 当你找到这个原因的时候 你是不是还恨他呢 你这个恨意没有了 屈而代之的是一种同情心 可怜的心 希望帮助他提升他的心 这个就是啊 可恨之人 必有可怜之处 所以呢 你说你看他不顺眼 是不是自己的修养不够啊 还是我们的人爱之心 程度不够 所以啊 正己化人 是中国式管理的道中之道 当然呢 有很多人说呀 我学传统化也很长时间了 就是周围的人 他们不跟着我一起学 他们呀 不能够被感化 这是什么原因呢 这个原因就是啊 德未修 敢未治 就是我们的德行修养 不够深厚 所以没有感化身边的亲人 我们看大顺呢 被制为二十四孝之首 他为什么被制为二十四孝之首啊 因为他的后母弟弟 三番五次要置他于死地 他没有怀恨在心 反而总是想着自己的孝涕 没有尽好 最后啊 他的真诚之心 感化了他的后母 感化了他的弟弟 那我们想一想 我们身边有没有像大顺的后母 三番五次要置我们于死地的人呢 我们很幸运 没有这样的人 都是我们的亲人 关心我们的人 爱护我们的人 结果我们都不能把他们感化 什么原因啊 原因就是得未修 感未知 当然很多人说 我听你的课呀 当时也觉得很好 但是出了这个门啊 和这些云云众生 在一起说话的时候 大家都谈的不是这个道理了 所以怎么样呢 所以要常识熏修 有一个故事啊 讲的是两只狼的交战 给我们很大的启发 有一位年迈的北美切罗基人 教导孙子们人生的真谛 他说 在我的内心深处 一直在进行着一场熬战 交战是在两只狼之间展开的 一只狼是恶的 他代表了恐惧 生气 悲伤 悔恨 贪婪 傲慢 自怜 怨恨 自卑 谎言 妄自尊大 自私和不忠 另外一只狼是善的 他代表了喜悦 宁静 谦逊 仁慈 宽容 友谊 同情 慷慨 真理 和忠贞 同样 交战也发生在你们的内心深处 在所有人内心深处 听完他的话 孩子们静默不语 若有所思 过了片刻 其中一个孩子问 那么哪一只狼能获胜呢 宝经世事的老者回答说 你喂给他食物的那只 那么这一个故事告诉我们啊 我们经常和什么样人接触 就受到什么样的人的感染 我们经常读什么书 就像我们经常吃什么样的精神食粮 所以我们要经常读圣贤书 那我们才能够成为圣贤君子 这个呢 这个呢就是啊 学习常识熏修的效果 好 那我们今天呢 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一次再见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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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